Hello 大家 欢迎到YA Diary 最近天气不太好 疫情有一点严峻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带各位看一些很快乐的事情 我们今天要去参观的是雀屏的工作室 那从他过去的一些影片里面 我会把它定位成一间可能是小型的文具店 那不晓得到了现场看到之后 它的规模是跟我想像的一样呢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 虽然说我们的工作空间还没有开箱 不过我们现在看一下其他文具控会有什么样的美好空间吧 好 我们一进来这一区有一些文件柜和小抽屉 像这样的纸柜分门别类就很像文具店一样 这种收纳方式可以按照类型或是颜色来成练 既美观又很方便寻找素材 再来看到印章们 有少量收藏在透明小抽屉里面的 那这边还有大量属于印章的专属收纳空间 就摆放在电视柜的下方 要善用这个地方 文具控也需要粮食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力啊 在这里有吃的粮食 还有崔平很喜欢的乐高精神食粮 那当然也守不了和频道相关的一些摆拍小物还有道具 这边还有我们之前玩过的胶带球哦 来旁边的卡拉克啦 在这个空间角落还有像这一种网装的斩架 这种架子啊可以拿来收纳一些需要吊挂的物件 像是长条形的素材啊还有一些吊挂包装的产品 OK我们这里看到的是Muji 透明斩架是美美的展示出了风辣章还有辣粒 它是兼具展示以及方便拿取的功能 那这旁边是IKEA的文件箱子 这里面可以放很多文具小物也很好移动来使用 这个的最大好处就是我可以直接整个拨起来 我就拿来这里就可以选物了 嗯所以你拼贴时候就是这样做 方便 这里对我来说是工作室里面的一个豪华角落 你看一下这个十层楼的纸刀袋大厦 我超推荐大家如果要买就要买素的零件贵 嗯三十个真的超好用的 虽然它上面是有附这个这个背板啊 你可以自己写名字上去之后再放上去 可是因为我里面的内容时常在变红 嗯 我觉得我就直接用这个Temple的便利贴 整版面都是粘的哦 这样子我随时要改就可以改了 这个很棒 可以 而且它可以收的真的很多 超多钟 它每一个打开来都这么满 再买下去就要买新的素的櫃 对啊 除了我选择的无印收纳柜之外啊 这一款柜子也很适合放纸胶带 你看它有三十格 真的可以收纳很平大的量 只要依照分类国籍去好好的标示每一个柜子 就可以善用这一种的纸胶带大厦啦 它这个边角料贵我也很推荐大家 去木鸡的时候如果看到 可以买它 这个赞赞的 你有说到它有一个特点 除了可以这样摆之外 它其实摆放的方式 你可以把抽屉拉开来之后啊 把这个 反过来 倒这 啊这个 抽出来 从叉转进去之后 柜子就可以这样插了喔 可以这样吧 哎呦 啊你就可以 对对对很高 一样很赞 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素德零件柜的效果 如果有去木鸡看到它 可以考虑一下 哦 那我们往旁边看 这里是很舒适 而且功能性很完善的工作桌 这个三段式的直播处 这底下的转过来之后 它就可以直接直播视讯了 接电脑很方便 接上去就可以用了 赞的啦 那这个呢 就是要拍贴贴纸时间 我们要拍正桌面的时候 就把这个拉出来 然后这个 下压 哎我需要调整的时候 就只要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咯 哇 很棒 然后最上面还有一颗大灯可以打 对 嘿 白的 白光 啊这个有一个Mega 在打灯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打在你的正上方 它一定要稍微的偏左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贴PET的时候 它一定会反光 嗯 你一定要偏左一点点 你在贴的时候 它的画面就不会反光咯 真的很感谢确萍 让我们到他的工作室来探险 最后还收获一些文具小礼物哦 太开心啦 在我们这边看了不少集的收纳特辑 不少的各位 有没有自己的一套收纳方式呢 如果有任何想要分享的收纳秘诀 都欢迎在频道或IG留言给我们哦 大家一起让整理和收纳变得更多 去又充实吧 下次见啦 拜拜